謝謝陳醫師 然後還有醫院的護理人員 就是讓我可以陪我的小孩長大 產前的話其實是沒有什麼症狀 然後是生完大概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就覺得肩頸很痠痛 可是你不會覺得它是心臟的問題 對然後一直到第六天早上起來 就是肩頸都特別的痛 對然後那個時候大概中午的時候 我還有朋友來看我 就想說先陪他聊天一下 可是因為真的前面已經很痛 痛到已經沒辦法做了 然後後來我就喝一口水 然後我就過沒多久 我就直接休克昏倒 我醒來的時候就是很吵 就是旁邊很多人 然後我就我就是被急救 醫生那時候就說我是心肌梗塞 對對對 然後就趕快去做一些檢查 對然後檢查完之後就是確定說 是血管有阻塞嘛 所以要裝就是指甲 其實是滿意外的 因為生小孩之前是完全沒有心臟的問題 那產檢的話也都是還滿順利的 因為畢竟是真的心跳停止休克 然後你再被急救起來 所以就覺得還滿恐怖的 我也第一次看到說 這這麼大的一個場面 那當然看到老婆在那邊急救的時候 當然是擔心啊 那也就是突然不知所措 因為真的就是短短那幾秒鐘 然後他就突然沒有心跳 那心導管的話當然就是在外面 會比較著急啊 因為病程說 其實說在也不知道這手術會多久 那一定心臟嘛 那當然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一定是最危險嘛 那也沒有想太多 那就是在外面就是等 柱小姐她其實就是當下在病房就是沒有心跳的時候 我們很快就啟動了我們這個急救小組 然後過來幫我們就是 就是當然要幫她做急救的這個部分 那當下我們一定會有一些間別診斷 要排除就是說 為什麼她會有突然間發生 本來沒事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常見的一些間別診斷當然就是有包括 肺酸塞 然後或者是這個場後的大量出血 那只是怕是不是前面幾天就是沒有那麼明顯的一些症狀 但是急救完之後我們當然也會例行的做一張心電圖 那時候就出現了一個ST段上升的一個急性的心肌梗塞 通常這種狀況的話其實是非常緊急 是需要緊急啟動心導管 然後要趕快去把血管打通 以往我們的經驗是 如果看到這樣子的ST段上升的一個心肌梗塞的話 看到的通常都是血栓把血管塞住 但是朱小姐她的血管並不是這樣子 她的血管其實我們看到就是一個廣泛性的一個裂開的一個狀態 對 而且她是從源頭就一路裂到她的這個血管尾這樣子 而且她是我們心臟裡面的冠狀動脈三條 三條都有裂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她的狀況當然就是非常的嚴重 我們處置的部分的話當然是後來就是看到 既然三條都裂得那麼嚴重 那我們就是選擇就是看起來最嚴重的這個部分 去做治療 所以就是在選擇在她的這個 其中一條的冠狀動脈去放了一隻指甲 剩下的部分的話就是繼續用藥物治療 然後就是等待她的這個血管復原 因為她這種 因為她沒有其他的一些心致血管的疾病的風險 那所以其實她的這個血管 除了這一次發生的事情之外 其實是相對是健康的 所以其實要給她機會可以有這個復原的治癒的一個機會 長後婦女的心肌梗塞本來發生率就很低了 那自發性冠狀都賣玻璃的這個案例 是占這一類的病人的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其實案例是非常的少 導致我們臨床經驗都有限 按照過去的文獻來講的話 她其實是好發在45歲到55歲的女性 那還有就是說可能最近有受到一些 可能身體上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 比較大的一些刺激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大的荷爾蒙的一個波動 那可能這類的病人或許是比較容易會有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態 按照心臟科過去的臨床經驗來講的話 按照心臟科過去的臨床經驗來講的話 就是含脈角生物鹼類的藥物 其實是有可能造成冠狀動脈的痙攣 還有冠狀動脈玻璃的這樣的一個案例發生 那剛好助小姐的話我們有發現 她因為剖不產後需要吃這類的藥物去治療她的子宮收縮 所以可能跟這個案例有關係 按照剛剛所說的我們臨床經驗有限 所以我們其實對這個部分當然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過去的文獻來講的話 看起來是第二次懷孕並不會增加 再發生自發性冠狀動脈玻璃的一個機率 看起來這個疾病並沒有遺傳的問題 所以她暫時不用擔心說她女兒也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現在的話就是因為我持續都有在吃藥 所以恢復的都還不錯 除了就是像我覺得就是現在比較容易喘 就可能走路走太久或是走樓梯比較容易喘 然後其實其他的都還OK 謝謝陳醫師然後還有醫院的護理人員 就是讓我可以陪我的小孩長大 那陣子真的是比起說 可能覺得小朋友沒有媽媽怎麼辦這樣 我當然很謝謝陳醫師跟陽大整個團隊 對因為當然我們一定是守之無措 所以變成說一定要靠著醫生 然後靠著所有的團隊 然後他們盡他們的努力 然後幫就是把老婆救起來這樣子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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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